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好消息 人币是强势反弹 两个交易是涨了 1500多点 咱们上一谈过 有可能三年之后 人币对欧元1比2 你说对美元多少 你千万不要以为 现在一个7 你能坐享其成 这不可能永久的 因为现在世界格局已经变了 尤其是咱们对比一下 我觉得但凡去过欧洲和美国的中国人 绝对不会再想去哪 技术车是垃圾 包括各种效率 实际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 我再重申 在中国你能感受到就是发达国家 中国人是什么呢 中国人现在发达国家身份是不被外界承认 但是事实上已经是了 现在实际什么 是承认中国是发达国家这么一个阶段 所以这个阶段 实际就你 你可以想有人可以获利 说完了一个被低估的资产 然后你当然是提前进入 对自己越早越好吧 人币 离岸 离岸人币对美元 最高到了5号盘中 7.08了 突破7.1了 应该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基本面的原因 其实中国现在基本上很稳 经济数据保持复苏扩张 人民币资产现在受到强大吸引力 尤其是国内的金面改善 人币资产估值整体上是处于一个洼地 提前进入到这个调整 再加上离岸人币供需又紧 所以外部因素就各个 中美利差已经收窄到了1.67%了 所以说你看 全世界的动荡 咱们看一个世界动荡 有钱的出钱 没钱的出人 动荡就是这样 有钱的就是拿钱而动荡 咱们说中国人以前是抗美援朝拼命 那时候如果中国有钱的话 就不用拼命了 拼钱就可以了 所以说真正的世界动荡时期 就是你有什么资源 你动用什么 所以现在看没钱的那就拼 你看孟建拉拼命 一系列动荡带来的结果就是什么 就是强势人币 我觉得这个逻辑没有别的可能性 因为世界动荡最稳定的 而且是一个单一的经济体 是谁 是中国 只有中国能承接住这些资本 大资本据小国承接不了 实际上他非常清楚 但就是 谁会把一个横母鞋 弄在一个池塘里 对吧 你看这个三号是伯克希尔 哈萨维财报 你看这是大横母 他现在怎么干呢 二季度抛了所持的苹果公司股权的49.4%了 实际早就开始行动了 持股数量从一季度末的7.89亿股 降到二季末的4亿股 早就行动了 高位套现了 7月中旬以来 巴菲特集中的减持了第二大持仓 就美国银行 二季度末的时候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现金储备是2769亿美元 这都是他公报 再创新高 一季度末的时候是1891亿 说明什么 说明巴菲特正在回垄资金 是 也可以理解成就规避美股的一些高风险 高位套现 巴菲特减持 同时美股这轮高位阶段 美国几个科技巨头 重要股东 CEO全在减持 不光巴菲特在干 亚马逊 英伟达 特斯拉全都减 同时国际的对冲基金也在减 只要降低对美股的风险敞口 之后的美股持续回落 截止到上周那指 标普500 连续跌三周了 可以看出 美国的富人集团 正在撤出美股 昨晚上也是开始暴跌 2号是美股 三大指数是大跌 英特尔 因为二季度财报不如预期 暴跌26% 82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英特尔跌出了千亿美元市值了 带动美股大跌 让这一周的美股走势非常关键 由于美股三大指数已经是技术破位了 同时又是历史高位 周期破位 所以说如果继续跌 美股会出现踩踏了 这个会给美股全球股市带来严重冲击的 所以美联储开会 关键问题是美国经济 它问题就是依靠泡沫来支撑的 那这种泡沫它不坚实 对吧 它不是像中国 靠制造业 它是靠吹牛逼的 这种人设一旦崩 那是瞬间的事 一旦资产泡沫破裂 不仅触发金融危机 还会导致金融快速衰退 那就是主要还是它的GP是服务业 GP占比高80% 就是那么吹牛逼出来 服务业实际 转个账就算GP 转个账就算GP 那太虚了 金融高风险 向服务业传导的速度非常快 服务业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GP就是这样 原来美国的人均GP 奔着10万美元去了 没想到吧 瞬间给你打回原型 资产泡沫是美国掩盖它债务泡沫 这么一个逻辑 资产泡沫破裂后 后果就是 大家想去旁氏骗局 后果就是还不上前了 旁氏骗局的结构 主要就是债务问题 加上它的触发债务危机 然后美资产泡沫 大到不能倒 它玩的是这个逻辑 一旦倒下 金融海啸就来 美国的中小银行就会快速崩溃 那么金融核心 这些大银行 大机构也遭重创 美国市场就是多米诺骨牌 私人债务到居民债务 从实际经济到虚拟经济 再从资产泡沫到美元汇率 一系列的崩塌 就连续的开始了 这一轮资产泡沫规模 咱们之前就讲过 超过了次贷危机的 一旦爆雷的话 它是远超那个时期的 而且这些风险会加速 这些美国的海外资产撤回 就比如往欧亚大陆跑 现在有 所以不排除 就是资产正在跑的时候 不排除美国人就在欧亚大陆动手 点火 你跑吗 我先给你点两把火 你这个钱往那跑 不就往欧洲跑往中国跑吗 我给你点两把火 我给你点两把火 我看你往那跑 所以在日本它干的事 现在日本在日本这砸盘 其实也是个道理 实际就是把亚洲资产给打下来 让你什么 让你这个亚洲变成 咱们说变成很多人 要逃离的地带 中国那块打仗 然后日本这块砸盘 亚洲盘已经是 咱们不用多说了 日本的金融海啸 实际是华尔街设定的 引爆金融危机的一个 关键一环 它引爆的是金融危机 国际全球金融危机 这在日本已经开始动手了 那就是说恐慌 主力合约上周是暴涨40% 技术上 现在已经再暴涨8% 这个典型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号 再加上现在的各种国家的大动荡 你看啊 就是军火 还有这个美元 同时 美军和美元 同时在全世界 在新工作 实际就是把欧亚大陆给我 把这个火点起来 让你个钱没地去 只能留在我 美国 近期这个投资风险非常高啊 我再次重申啊 还是就是看好中国 就说白了 中国能保证这些资金安全 但是你在海外可真保证不了 欧美的债券 国债收益率大幅 应该是上周大跌 那再加上股市大跌 非常清晰的一个避险线 据说8月份投资风险 长口会非常高啊 然后如果你要逆行的话 那可能就是只能来世界了